機車騎士騎到店家門口等 沒多久一名穿著黑上野男子走出來 兩個人講沒幾句話就開始動手 當街拉扯攻擊海盆辣椒水 連機車都倒了還是沒停下 上面相當火爆 對面路人看傻眼 嚇得趕快打電話報警 員警出動快打部隊赶來 要問問到底發生什麼事 人工接的他就說 你要不要直接找當事人 結果他好像沒辦法接受吧 就跑來店裡鬧 然後又跟員工嗆聲什麼 有什麼的 然後員工就氣不過就更要大氣矮 衝突就發生在新北市三重 馬路航整排的機車停車格 大多是一輛機車的寬度 如果是神障機車 就得要到比較遠的地方找找 5號當天爆發衝突的是 黃信男子與店內其他員工 兩個人為的是一輛電動機車的維修費 原來黃信男子和父親 兩個人分別騎著機車來用餐 父親騎的是神障機車 到車時撞倒了員工機車 第一時間員工和父親報警後 決定要私下和解 並同時到原廠機車行討論賠償費 沒有想到兒子一聽到 要一萬兩千元的維修費 無法接受要理論 員工同事氣不過才會引發惡度糾紛 為了維修費黃男和員工同事打得全身多處擦挫傷 明明兩個都不是當事人 一人替同事出氣 一人替父親不滿 沒有好好溝通 反而用拳頭傷人 說好私下和解的民事糾紛 演變成打架案 還被帶回警察局調查 TVBS新聞王榮香陳映仁葉俊錫悲首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看到賣朋友 劉俊錫悲首的 找找找パターン 劉俊錫悲首可